大家好,我是艾鱼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转移向所 五宝箱六潮汐之宜 明朝一月三日一条龙 黑海岸全地图宝箱物资相关景点 全收集解谜黑海岸全岛太体之地 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 传送到星之地上方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转角有抬头 这里有个大柱子我们需要爬一下 然后在这个柱子的后侧 我们绕到它的后侧 然后后侧到这里下方有一个 接着回复体力点 然后沿着体力往上爬 你可以抬头看一下 我们顺着这个可以回复体力的 顺着它走 然后拐过来之后继续往前 然后我们在上方还需要再拐一次 好,然后一直往上爬 好,爬到最上方打开这个宝箱 打开宝箱绕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小地对右上角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我们往下看 然后在我们的下方 就能够看到一个金色的潮汐之仪 然后我们积压怪 清完怪只要我们打开这个潮汐之仪 然后前往一个发射器我们发射一下 然后我们勾两下 然后我们往下看 这里有一个 又是一个金色的潮汐之仪 然后我们挑起来 然后我们清压怪 清完怪只要我们打开 这个金色的潮汐之仪 被尼雍打开之后 在我们的 看一下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小地对右上角朝这个方向往前 在我们的右前方有一个小艇 在它的后方 我们来到它的后方 然后往前有个桥 我们走上来 然后在桥的尽头有一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然后我们再传送回这个什么 转移向锁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对右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学来我们打开槐枪伞 然后在对面这个小柱子 这有一个湖底 这叫什么珊瑚之上 然后一个小宝箱 那你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再传送回刚才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对上方 我们来到这个前方大树子的后方 来到它的后方 然后同样能够看到回复体力点 然后我们抬头看 然后沿着这个体力往前爬 往上爬 我们沿着这个体力往左拐 还需要多左拐一下 我们爬上来打开这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看一下在我们的 就是西北方向小地对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下看 然后前方第二根柱子 就第一个第二根 这个矮处的这根柱子 在它的旁边有一个小宝箱 我们打开这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对右方 前方有一个洞穴 让我们走进去 走进之后前方 就能够看到一个金色的朝西之一 然后满击下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这一个金色的朝西之一 打开之后 我们就是西南方向小地对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面有个插入口 我们往左拐 拐出来之后 前方又是一个朝西之一 然后我们清下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这个朝西之一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 前方有一对红点 就是约兰的测试 然后它是有三个任务条件 然后达成只有三个朝西之一 然后就于这一个 可能有的人 我们有办法很快地 完成这几项条件 所以我就不带这里 在这里带你们做了 然后你们后续自己做一家好吧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 然后前方又是一个朝西之一 然后我们清下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这一个朝西之一 现在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又能够看到一个朝西之一 然后我们过去清下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这一个朝西之一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看一下我们的探索度 我们现在是40的宝虾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